意大利上个月底25日国会大选中间偏有联盟拿下两院多数 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获得26%的得票率 要升成为最大赢家 现年45岁的党魁梅洛尼21日获认为新任总理 成为意大利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也是意大利继莫索里尼之后的极右派领导人 出生于罗马的梅洛尼29岁当选下议员议员 31岁成为近代意大利最年轻的部长 随后和盟友在2012年筹组新政党 梅洛尼过去在担任青年部部长时 曾因为反对中国对西藏政策号召抵制北京奥运开幕式 有台立场鲜明的他选前就曾表态 无意让意大利继续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 今年7月还曾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 晒出与我国驻意大利代表李欣颖的合照 选前他曾接受中央社专访 他说他所带领的政党跟台湾因诚挚的友谊互相连结 若胜选将推动台裔双边合作 人面对中国对台军事威胁 他也大力谴责认为欧盟应该运用一切手段 极力避免台海冲突 对于乌俄战争立场 梅洛尼则承诺将持续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也强得他是北约坚定的支持者 而在梅洛尼筹组新内阁之前 他也曾言辞表示 任何不同意他外交路线的政党都不该加入内阁 意大利新内阁名单 外交部长是前总理亲信 也是前欧洲议会议长塔亚尼 他将与基础建设部长萨维尼共同兼任副总理的位置 塔亚尼对台立场友善 2019年10月由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德发英等串联组织的福尔摩沙俱乐部 塔亚尼也曾亲自出席成立大会 记者吴玉晨整理报道